郭台铭跟侯友宜两人在被征召之前 今天首度同框 而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5月17就会推出最强总统人选 相信我们在一起的刘婷婷 国民党下周就会推出他们最强的总统 残选人到底是谁 外界自然非常有关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征召前 鸿海川万人郭台铭 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也在5月12号这一天 首度的同台同框 也粉碎了网不见网友传闻 来看到两人是一同参加了 慈慧宫的宫庙活动 也共同点起了七卯炮 来恭请妈祖起架 而最为被外界关心的 自然就是他们两人首度的 食指紧后收牵着手 自然也是要对外界展现所谓的团结 但是是真团结吗 来看到郭台铭就会慰问极乐 如果党内征召谁 是否都是可以合作的呢 他仅对媒体笑回 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了 所谓的在野大联盟 是不是有办法成行呢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办公室 就表示了 柯文哲99.9%一定会参选到底 那这个0.1%的机会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呢 来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表示了 只要还有0.01%的机会 国民党都会全力以赴 并对外表示下周5月17号 就会推出最强的总统参选人 好 接下来看 主要是因为今天是农历妈祖胜日 国民党争取大选 征召了郭侯两人首度合体同框 出席郭台铭住过9年的板桥 瓷汇宫 妈祖绕进起架仪式 而且两个人还一路十指紧扣 终于等到在妈祖圣诞这一天 国民党双王贵郭侯同框一起点骑马炮 炮声响起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手绳了出去 顺势接住新北市长友谊的小手 这一步足足有10秒 面对镜头两人有默契 一个反手换成十指紧扣郭侯 有一只手继续扔掉掉 今天挥手紧扣的十指也不分开 就这样整整两分钟上演同台大戏 国台铭一路送侯又一上车 两人幼稚一同的 还有对妈祖的感谢 不约而同都说是妈祖圣长大的小孩 咱们叫妈祖圣阿弁啊 就是我在妈祖圣里面 就是像我们修理一样 这是我的根 这是我的缘 每天在佩天公共的庙口 妈祖看我大海 妈祖保比我的心中的地方 就一点来说什么 国台铭继续卖关子 还改握祭酒的时候 敏感问题通通大打太急 中华民国要胜利 中华民国要和平 中华民国要欢容 中华民国要起飞 为什么不高兴 是要征召 不管是征召谁都会可以合作吗 这个我们两个秘密 踏入对手侯又一的地盘 国台铭的车嫂也在这里开始 政治新鲜人国台铭正努力 学习政治语言 面对政坛老手侯友宜 国喉之争台面下打得再滚热 台面上都得是一团和气 T恋新闻 陈旭林佳慧 新北采访报道 而国台铭晚间是在板桥 举办造势晚会 被视为是冲着侯友宜而来 国有曾经呼吁党中央征召 侯友宜的蓝营议员林金杰 现在态度似乎出现松动 在文宣上打出总统力挺郭台铭 不管配不配历时一刻郭侯相会 只是旁边要选立委的蓝议员林金杰 两个月前才喊话党中央征召侯友宜 但现场包括宣传车 还有发放这把扇子 就要大家总统力挺郭台铭 我们现在不是说表态支持谁 而是我们希望 我们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我们是小居 我们要吃到两边母鸡的奶水 就怕被说挣钱倒戈 但郭董裁场的板桥造势 林金杰就动员约700人到场 不过尴尬的是上街立委大选 郭台铭才为了自家子弟兵李静颖 向他发动攻击 林金杰 他希望我要支持国民党候选人 最主要我跟他讲 林金杰是不会当选 冲一包林金杰 一五一叫嘴喝一几 一起喝一五一五 到这个就好压力 好压力就感觉好 到这边 小我小一点大我要大一点 所以说过去的这个选举 我们已经把它抛除在另外一边了 过去的恩恩怨怨我们都已经不在乎了 毕竟郭董在土城选区指标性太强 争取选票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 还有跟侯友宜同样行径出身的林国春 也为了立委选举决定出席郭董造势 会去 我有跟市长报告说我这个礼貌性 因为板桥他旁边是监狱室 也是慈惠工 有很多的干部 他是好啊 这个是李尚往来 他今天回梁家 而且他郭董在板桥长大 特别智慧侯友宜就是不让彼此难为情 自己衡量两位都有各自的专才 一个爸爸一个妈妈都有很好的发展 那所以你说要特别支持谁 替谁去动员 倒没有这样子的打算了 两边不得罪 但郭董一个一个尝试拔装 让停侯阵营也出现松动危机 TVB新闻刘君张科新北报导 那么如果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99.9%会参选到底 那他有可能的副手人选会有哪些人呢 再请听听为我们分析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对外表态 99.99%他是会参选到底的 自然他的副手是谁 也引发了外界的关心 柯文哲在年初曾经在一个节目上面 对外透露他的副手三条件 包括希望是女性来自中南部 或者是企业界或财经界的领袖 那么可以看到 过去其实他在台北市政府的副手 黄珊珊也常被点名 但是可以看到 他到底符合这三个条件 或许外界就有意义了 不过是其实也不能完全排除黄珊珊 因为他有陪同柯文哲访美 而且在访美前 他也加入到了民众党 所以他的未来动向有没有可能成为柯文哲的副手 自然也备受关注 不过现在有个说法 其实黄珊珊她自己是比较倾向去做选务工作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希望可以当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的总干事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因为黄珊珊过去 她就是台北市港湖区的市议员 长期的有经营基层 有没有可能想要挑战地区的立委 现在说这个可能性其实不高的 但有没有可能他有想要去挑战民众党的部分去立委席次呢 这恐怕就要看黄珊珊自己的意愿了 那另外一个别点名就是民众党的立委吴欣盈 可以看到他陪同柯文哲访美的时候 也跟美方畅谈他在财经外交等上面议题还有经验 同时也主动分享了他对于主权基金相关的法案的一些想法 他这些表现确实都是相当的亮眼 而且他在政商关系的部分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跟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是就相识 而且也多年长期的参与国际慈善事故 所以被说他确实是非常符合柯文哲这副手三条件 继续争取被征召的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那么晚间夜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对此柯文哲表示说 郭台铭是来表达善意 但没有谈到郭柯佩 郭老师他晚上是不是有跟柯文哲碰面 两位有聊什么吗 面带微笑不回应郭台铭争取被征召 十号下午澎湖行程结束后 晚间十点夜奔柯文哲的住处 两人密会谈了半个小时 但柯文哲劈头就问这件事 郭台铭主动拜会 从四月十八号就透露 请义对象包括柯文哲 二十九号更提及 两人在医学及科技上能合作的空间非常大 这一次见面是谈副手还是谈合作 我还跟他讲说 你们自己什么会出现不出现都不知道 所以这些什么叉叉配 什么立委什么都没有谈到 我想他大概只是表达一个 一个善意就这样 所以没有特别在讲什么 郭台铭对柯文哲表达善意 但国民党中央有掌握到吗 可能过两天如果有看到 到侯市长跟柯市长见面 我想担忧的又是民进党 那在十七号前有没有掌握到 郭台铭跟柯文哲的动向 一定是有的吧 朱立伦余待玄机强调都在布局中 TVV新闻刘一辰年轩台北采访报道 国民党原定规划十一号就要公布 中正万华立委初选规则 却没有下文而外界传出初选 要礼让给五党籍参选人与美人 唯一支持唯一支持 电话名都唯一支持谢谢 议员中小平郭焦岩争取位 拦引出现中正万华立委 市长部原先规划 5月11号又宣布初选规范 15号到17号开放登记 如今却延迟没下文 更传出党内要没收初选 礼让给五党籍的余美人 政治纵火之后 修理国民党之后 分化国民党之后 又逃离火灾现场 我觉得他很不真诚 把炮口对准余美人 既是他向国民党来放话 但市党部余美人双方都否认了 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没有考虑余美人这个人选 我们还是会从我们的党员里面 去挑选最强的 我也是战二金刚摸不到头脑 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情 我没有评论的角色 我也不想卷入 所以不要把我拉扯进去 把我拉扯进去并不道德 强调又从党内推派人选 因为这一区已经连续两届没拿下 被视为蓝颖的艰困选区 这一次不止钟小平 郭昭炎想争取 还有应小微 以及国民党发言人林嘉欣 但人选太多 让主委很头痛 中招跟初选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讨论 因为这一区算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区 又出现了一个医美人 比较多人要参选的话 我们就想说如果互不相让的话 是不是又会造成团结分裂 我们是希望说 党部如果真的有相关的这样问题 能够尽量跟我们 能够赶快做相关的沟通 然后也能够给我们一个时间表 确定的时间表 我们才能够知道要怎么去做 就是不要改来改去 党中央游戏规则多变 小鸡们只能瞬息万变 前警政署长陈嘉欣在位期间 曾经遭时任的内政部长徐国勇 韩颂两人不合传言已久 而退休后的陈嘉欣积极租 警政协会被解读是在替同窗的侯友宜凝聚经济力量 市政总质询最终场民进党在出招冲上被群台拉布条 侯友宜一度不想当背景 想先离开但被卡位了 要求站好在台上高歌 警察市长的侯友宜应该正视新北治安败坏的问题 遇到问题老是要喊中央从犯罪源头来管理 这明显是典型的侯氏谢泽手法 批新北刑案全国最多一到四月供一万多件 还说新北变庆祭之都 但新北市府呼吁执政党雇治安 不要只雇政治操作 新北每十万人的刑案犯罪绿人口是六都最低 绿营想把侯的警戒优势打为劣势 但传出警戒早有动作 市长陈佳青组这个警政协会 是要帮你凝聚警戒力量吗 会这么问也是因为旅船和前内政部长徐国勇 不合的前警政署长陈佳青 积极筹组警政发展协会 是为了替侯凝聚警戒力量 而他过去被认为是高雄局系人马 传出绿营也想拉拢他整合警戒人脉 同期叶玉兰虽没直说 但透露同窗户挺不意外 但陈佳青本人驳斥说 这团体纯粹替警察发声 蒋立挺太政治跟侯没关系 而党内各自努力中的郭台铭 最后一场肇事什么宝全压了 神秘嘉宾找来综艺天王吴中宪 政经界邀来表姐张淑芬 他正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妻子 但张忠谋和蔡政府关系密切 这回妻子力挺郭董 格外引起注意 这回新北谈到 C122024总统大选蓝绿白阵营 目前经常被点名的副手人选 很巧合 清一色都是女性 再把时间交给婷婷 谁能够胜任蓝绿白总统参选人 副手的人选大位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真的相当特别 因为清一色都是女性 首先来看到 民进党赖清德的最佳副手人选 自然被点名的 就包括了驻美代表小米勤 这几年他的战猫形象 确实是深植人心 连纽约时报都跨赞 他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 外国大使之一 而且预计 他是可以扮演台媒之间的桥梁 对于赖清德在外交这部分 是能够多加分的 另外被点名的也包括了 清平台的基金会董事长郑立军 他是扁政府时代最年轻的格员 也是少数林富平的格员 他从文化部长现任之后 创办了清平台基金会 目前已经转型为社会智库 预计是可以帮助赖清德 抢攻更多的年轻票员 来看到蓝营的部分 虽然蓝营的总统参选 还没有出炉 不过我们可以听说 其实侯友宜在过去三月 好像就在积极找人了 可以看到找的人包括 像是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根 他其实跟侯友宜过去 有一段渊源 就是去年的时候 他是临危受命来选高雄市长 当时出面来说服他 就是侯友宜本人 然后另外一个侯友 开出的条件 就包括了希望符合 女性专业和刘美 而被点名就是蓝营 李贵明了 逾系他都符合 而常被讨论的 就包括了台中市长卢秀燕 虽然他已经表态 不担任副手 但是因为他的形象 对外的形象是非常好的 所以也频频被点名 那我们来看到了白瑟琳娜的部分 柯文哲副手的人选 被讨论的就包括了 前台北市副指导黄珊珊了 可以看到他陪柯文哲 方美前就已经加入到了民众党 而且他们同框的频率是相当高的 所以自然也引发了外界的讨论 而且另外一个被说 几率也很高的 就是民众党立委吴希盈了 可以看到他的政商关系 真的相当良好 而且国际经验也很丰富 不仅是陪柯文哲訪便的时候 表现非常的好 也符合了柯文哲开出的 副手三条件 所以自然也引发外界 非常高的讨论度了 不过如果你要持续的掌握 更多TVBS的最新新闻消息 来欢迎扫扫我左边这个QR Code 来下载TVBS News App 里头有非常多的议题包 气象等一些资讯 都可以让你随时的尽快来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